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一節有些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一連兩日的世界衛生大會 今天正式開幕 在會上以澳洲、紐西蘭、英國、日本 和歐盟27國為首的62個國家 正式作出提案 這個決議草案其實是說要就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找出應對辦法和展開獨立的調查 在非洲集團的54國的集體倒戈下 支持這個決議草案的國家暴升到116國 目前距離三分之二的門檻還差13票 現在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議案能否得到13個國家支持 根據我的分析 如果這個決議草案要交到世衛大會當中進行表決的話 就肯定會超過三分之二的門檻 啟動得到獨立調查 為什麼呢? 到底這13個國家從何而來呢? 首先就是要數到中華民國的邦交國 目前中華民國還有15個邦交國 在這15個邦交國之中 其中一個既不是聯合國成員國 也不是世衛組織成員 那個就是梵蒂岡 另外14個邦交國同時是聯合國成員國 以及是世衛組織成員 這14個邦交國之中 有一個就已經率先表態 說支持獨立調查 這就是位於南美洲的危地馬拉 但是另外那13個 分別就是位於太平洋地區的馬兆爾群島 諾魯、白樓和圖亞魯 這四個國家還未表態 這裏就是穩代四票 另外非洲還有一個中華民國邦交國 這就是史瓦濟蘭 奈何的就是 史瓦濟蘭已經包含在非洲集團五十四國的其中之一 所以就沒得計算 歐洲的梵蒂岡教廷也沒得計算 接下來就輪到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當中 有八個國家還未表態 分別是貝里斯、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貴、聖克利斯多福、聖路西亞同 和聖民森 這裏又穩代多八票 加上剛才數了太平洋地區的四個賭國 就是12票 但是距離這個門檻還欠一票 因為世衛組織裏頭是194個成員 三份之二的門檻 換言之129 已經是116個國家表態支持 還欠13票 12票數來數去還欠一個是誰 哪一個是會最穩陣在剩餘的國家當中 如果在剩下的六十幾個國家當中 沒有一個肯去表態的話 其中一個一定是最穩陣的 那個就是美國 哈哈哈哈 他到最後如果真的數不夠票 可能他就會出手 但是他萬不得已都不會出手 因為他就不想製造一個藉口給中國 美國就說 你這時候美國帶頭真是針對他 其實在世衛大會這個決議草案的游說功夫裡 做得最積極的就是澳洲外長佩恩 非洲集團的五十四國 就是由佩恩幫忙游說回來的 好了 現在基本上已經數夠票了 到底中國的反應如何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大流行上未結束 現在就著病毒源頭和傳播展開調查 就為時尚早 他這個說法都相當取巧 其實兩句之間是完全沒有邏輯關係的 大家聽真點 他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大流行上未結束 這是非常客觀的事實 絕大多數國家我想全人類都會覺得 有一段時間都未結束 但是後面那句就是中國的自己意見 他就說現在就著這個 源頭和傳播展開調查為時尚早 這是中國一個國家的意見 而是說本來已經116個國家支持 在194當中116已經超過了一半 即是說主流民意 是說全球的主流民意 都是支持獨立調查 現在還差一件未揭曉 就是到底能不能夠找多13個國家支持 使得這個決議草案是過三分之二的門檻 我們剛才數過一定可以 所以中國很喜歡用這種詭辯的方法 首先就把一堆客觀事實陳述出來 然後做結論的時候 就把客觀事實扭曲了 變成好像大部分國家都不支持調查 但當然不能夠直接說 因為這就違背了真相 這件事也反映出 中國向澳洲的經濟施壓就無效化了 前陣子中國說要減少三成半從澳洲輸入牛肉 以及考慮大幅增加從澳洲輸入大麥的關稅 好了 現在就應驗了一句說話 叫做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 澳洲的外長佩恩就橫耳顏色了 索性就去你後蘭的樹 即是非洲那裡 找你那班非洲兄弟來支持 一下子就叫走了54個國家了 整個非洲集團都說支持獨立調查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澳洲看著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中國是不會反對獨立調查的 因為其實在這個決議草案當中 說獨立調查而已 他就沒有調查誰 在沒有很清楚地列明 到底調查對象是哪一個國家的時候 個別國家就不能夠走出來強烈反對 否則形成一種情況叫做瓜田里下 到底是不是嫌疑最大所以走出來反對 所以澳洲總理莫里森這一步走得很好 特地不說那個調查對象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哪一個嫌疑最大的 所以都不用特地說出來 另外中國一早應該聞到這股糯米 他們也可能一早收到風 所以透過CNN找人放風聲出來 就說地方政府如何如何 一早就保定底 否則那篇報道怎麼會無厘頭承認某些事情 承認當初曾經涉及門暴流報 涉及隱瞞資訊 一定不會那麼好死 所以他一定知道 似乎會在世衛大會當中 陷入一個所謂四面楚歌的情況 所以就找人出來放風 接下來我們又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116個支持獨立調查的國家當中 是由什麼國家來構成的 其實主要分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平時和中國稱兄道弟 但是關鍵時刻就是支持獨立調查的俄羅斯 俄羅斯其實自從清朝開始都是這樣 由沙皇開始都是這樣 平時說到跟你怎樣是老友記 一到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又不用預算他會站在你旁邊 站在你對面就差不多 另外有些國家純粹是依靠貿易的利益 來維持友誼 這就是非洲集團的五十四國 其實在非洲大陸裡頭就有五十六個國家 除了非洲集團的五十四國以外 還有吉布提及達利辛 這兩個國家同時也支持獨立調查 所以整個非洲都支持獨立調查 另外還有一些一帶一路的縱伏國家 分別就是馬爾代夫和馬來西亞 馬爾代夫就不用說了 在當地政黨輪替之後 目前這個執政黨就是親印度而不是親中 他們揭發出原來前朝和中國有很多不見光的東西 他們準備會公佈一份報告 香港就說在今年的年中會發佈 到時大家可以看看說什麼 實際上這些國家為何會走出來支持獨立調查呢 很明顯就是要出來反制中國 反制他們什麼呢 當初這些國家要求中國減債的時候 中國是完全無動於衷 那些國家都說明了 現在全球大流行 搞不定 還不到債 可能有些國家是會 要求中國麻煩你 起碼不免債 你也減少少 少少都不理人 現在到了世衛大會當中 那些國家便來了 小國也是一票 大國也是一票 大家是平等的 好在這個機制是這樣 不是按人口或者按國來投票 好了 這些國家既然全部倒閉的時候 不差在中國周邊的國家 中國周邊的國家有哪些是支持獨立調查的呢 除了剛才說的俄羅斯之外 還有就是日本 日本也有份提案 韓國 印度 哈薩克 和北丹 這些國家全部都是支持獨立調查的 所以就形成了中國 好像四面楚歌的局面 更加不要說 越南根本上 他都想支持獨立調查的 不過他不表態而已 如果不夠票的話 他一定會站出來 對不對 人家搞這個軍演的時候 大陸那些小粉紅有宣 人家說人家做show 不對 你真的動他一笨 30年前試過 根本上都不夠抽 所以在這個世衛大會當中 要過三分之二門檻 啟動獨立調查 基本上就很樂觀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